看看新闻网 我们记者从中国海警局指挥中心了解到 中国海警3411船与北京之间的昨天下午的一点半 抵达了马航客机疑似失联海域的中心的位置 截至到昨天的晚上七点 在搜救范围内航行的60海里 搜寻的面积约是200平方公里 尚未发现可疑目标 据了解3411船将根据海洋气象专家 对疑似失联海域的海况洋流的方向风速等因素 综合来分析来研判的意见 充分利用传载的强光探照灯和夜市仪器等设备 进一步的扩大搜寻的范围 连夜继续的全力的搜索 目前搜索的信息还没有传来 没有什么最新的发现